新竹市经济降雨不断 据中央气象局资料统计 新竹市累积雨量已经达到79毫米 造成多处地下道积水 新竹市长林志坚带队前往各处积水地下道 关心当地的排水状况 并要求相关单位立刻处理 应该是最后到往 第一个直接到现场 但是我们都赖到灾行的平台 那往后我们会再直接跟公务处 请他管理的人直接过来 对对对当然 因为我们到资金平台 可能一下讯息太多处理这样没有 如果公务处没有第一时间来解决 或者来处理 牛浦里长指出中华路四段 411项一带因为地势比较低洼 上午开始就淹大水 现在已经可以通行 不过仍然留下满地泥泥 小溪流里都是滚滚黄水 因为这边是淹水是比较低洼 有那个平礁道比较低洼的地方 而且这边水 这边的水非常的大 以致说我们的水沟就没有办法把水排出去 然后呢因为我们又靠山上 山上那个白宫山庄的旁边大水沟 把那个一些那个枯木都冲下来 所以以致我们全部都是塞住了 这个铁路铁道旁边都有塞了 市长林志坚带着市府官员沿着中华路检查路边排水沟的情况 要求卫生局只要一发现排水淤积就要马上清除以免泛滥成灾 同时也向路边关心民众说明状况解除民众的忧虑 气象局的这个统计里面只要超过80 累计一样超过一天超过80 就是一个大雨的情况 所以今天新竹市有好几个地方有淹水的一个情况 那我想解决这个淹水 市民淹水之苦 是市府责无旁贷的责任 那我们也透过区公所的这个通报的机制 在每一个淹淹水的路段或者是淹淹水的地区 我们都有先做了一个这个提前的一个警示 那当然我们也在这个淹水之前呢 也希望说能够透过更多的一个通讯的 这个联络的一个机制 能够让这个灾害降到最低 新竹市的大雨来的又快又急 造成市区排水不及而淹水 所幸还没有传出民众伤亡 新竹市政府提醒民众提高警觉 做好排水措施 避免身家财产损失 开坡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